大家好 我又醒了 我又醒了啊 那个那个那个 突然想起来做一视频 说什么呢 我今天准备这个标题啊 就是 美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害 这个标题怎么不公啊 一会儿再想想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老王觉得啊 从咱们疫情开始 咱们可以看啊 咱们当时疫情一开始以后 美方 还有他那些小弟啊 他那些小弟找衙门 这就开始咱们要弄中国了 因为中国的这个发展的 这个这个速度啊 还有咱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上升趋势啊 太猛了 穿不受的吧 就不靠我啊 都多了 你想他也七十多 八十啊 能再多了 他就挂了 所以呢 他想什么呀 借这次这个疫情的机会 搞中 狠狠地搞中国一把 把中国的这个 他不说吗 那个制造产业回流啊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他就开始编故事 他 还有他那什么国务卿 还有他那个那个那个 副中 副那个胖词啊 跟着一会儿编故事 编什么故事呢 编一个 这个疫情 只感染 黄重人 不感染 白重人 他给他所有的爪牙 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你可以把他 把他前面说的那些话 你都送了一下 你看 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满街去说 包括那蓬佩奥 哦 无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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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蓬佩奥 这胖词呢 软绵绵呢 还弄一反对派 少数派 少数派 上海那一火火 那个火火 就这个 跟着一会儿编 你知道吧 然后他有一票小弟 你明白吧 他的西方世界啊 他有一票小弟 还有一大帮追随者 包括国内 包括国内 一听他这么说 哎呀 不行了 大统领这么说 日本人管他叫大统领 日本的新闻你看 日本新闻管他叫大统领 老王管他叫不靠谱 然后呢 就全跟着他 那个那个 什么黄火论 什么中国那什么 还对 还有说咱们东亚病夫 记得吧 把这些综合起来 中国人不怕 咱们很坚定 咱们就拧成一股神 跟他们病魔干 抛头五撒出去 跟他拼了 对吧 咱们拼到现在 第二阶段 他信了 这个故事 他自己信了 你知道吧 然后他没有做任何防备 他就真信了 就 他信了以后 他手下小爪牙全信了 他还真认为 这个东西跟他们无关呢 你知道吧 就感染中国人呢 结果 到今天这个局面 为什么各个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底子都不差 咱们都应该知道啊 包括像英国这样 交枪不杀这个 这底子都不差 那好 我上面那个视频 我说的很含蓄 我不想那个那个什么 就这个情况下 咱不能多说啊 就像英国这样的啊 对吧 像像像这个这个 跟咱们挺不错的 像法国德国 这两个政府跟咱们都不错 但都得跟着他跑啊 他大统领嘛 是不是 好在好在 亚洲的国家 还是留个脑子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韩国啊 这是留个心仰 就给给自己留个退 没敢跟着他 就这回啊 这俩小兄弟 没敢跟着他真跑 对吧 上海就支持 力挺中国 给钱 给 但是当然没有 八铁咱那么狠啊 偷工 咱们八铁 动不动就偷工 只要中国的人 他就偷 他就敢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这个到现在 这个川普突然发现 扛不住了 他他他他现在有点醒了 他脑子里 就这就这这这这这边 就这边 这这这边 这边这边 不对 这边华尔街 这边是推特 这这这这这边 让人也骂醒了 嗡 想想坏了 这他讲的是病毒 逮谁要谁 不分不分 黄种 白种 黑种 绿种 突然就梦了 赶快 就是派 就是把蓬佩奥 换成 那个那个那个 碰瓷 让碰瓷赶快下去 你看看 咱咱有招没招吧 别别做梦了 这东西 咱也一块弄 就一下 一会就傻了 要麻没麻 知道吧 他是自己给自己骗了 这吧 他说了一个故事 哎 我们没信啊 我们一直就 谁听他 这辣辣骨架 你就不中立了 开玩笑 我们该干我们 干我们 你知道 要不怎么就 这个 领导人说 咱要自信嘛 是吧 我们就是自信 你你你 你还哔哔不哔哔 我们就该干我们 干我们 我们就拧着一会儿 给他干 哎 顶过了 对不对 不管怎么 第一阶段 我们顶过了 甭管付出 都要代价 代价确实不行 他呢 他把自己给骗了 他生生的 拿自己的故事 给自己骗了 他整个 你想 这个人就是这样 什么叫 谎话传三遍 就是神话 谣言传三遍 就是真理 你可以去查 有这样的话 他就是这样 他整天 他整天对外面说 这是黄国 这是黄国 这是专门感染中国人 这就是感染黄国人 整天他就这么说 他自己脑子里就 就有意识 他就信了 你你合家可以试试 真的 这个是一种 就我学心理学的时候啊 说这是一种潜意识 灌输 好像叫什么 记不住了 十几年 二十年间 学了 去心理学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 他自己 他这个脑子里 自己他就信了 信了以后呢 他就认为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 所以他曾经 你就有一段 我跟大家 我前面拍过视频 说过 他很狂呢 啊 没事 喝杯水 这有个网友提醒我 他说过 喝杯水就好了 嗯 什么 这就叫新冠流感 这照着他说了 因为那会他已经身心不已了 自己这个神话 他自己编造的这个谎言 他自己身心不已 他拔不出来了 等突然 CC一向他一报 真实数据的时候 他懵了 然后他把CC给骂一个 把你主任 给你白毛老头 给骂一个 一百十多次 你怎么笨呢 嗯 你这这这 根本讲啊 你赖我呀 我给你回报一百多回 你不理我这茬啊 然后 几个州的议会 全部干了 纽约州 第一个就纽约州 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发视频的那个 犹他州 所以就说 这 说谎话的人 就是这样 一般那个骗子 你看那个骗子啊 他练习的时候 咱哥俩对练 对练 我没当过骗子啊 我看那个警察里揭露的啊 对练 他要自己跟着了眼 他以后他把自己骗子 这人就是有一种潜意识功 记忆功能 你知道吗 你背书也是 对吧 你就记住了 是吧 这是一种潜意识功能 但是你多背多背 你就会融入到那个 那个书的场景 所以我觉得 到今天这个局面 怪不得任何人 就得怪美国这四位领导人 他们自己编了一个神话 自己编了一个故事 本来是想弄中国人 结果没想到给自己骗子 到现在梦醒了 来不及了 我想 他这个局面只能下方 你看 看意大利 意大利是跟咱们不错的国家啊 你看看意大利 他必须要把你前面不查隐瞒的这些数字 给你把顶出来 你知道吧 然后他在 韩国也是 他在进入一个平稳期 数字平稳 往前走 等你开始日欲啊 他就往下走 这就是这我个人觉得 老王觉得 老王不是学医的 这就是这个目前来说 这个 这个什么的 这新冠的一个特色 你知道吧 谁都是一样 你看咱们也是 他一样上去了 该干扰干扰 该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咱就开始大规模的治愈 中国治愈就你往 雷五万多 他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他要不到那高点没戏 你别想 除非他又隐瞒数字 但是这些都是他骗 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些数字 我下集跟大家说 行吗 来不及 谢谢大家 多点老王的关注 咱下集接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